你能想象到一个人十天不睡觉会发生什么吗 这部电影告诉你答案 小美是一名普通教师 她根本想不到自己的一举一动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自己正处于24小时监视之下 这天她刚买完鱼刚回家 突然被一个神秘人打晕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间封闭的密室中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正在某平台以直播的形式 展现在广大网友面前 观众们没有任何怜悯和同情之心 反而都在乐此不疲的讨论着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 伴随着密室中的广播声响起 好戏也正式开始了 游戏规则很简单 禁止睡觉 小美只要有任何企图的睡觉行为 都会被制止 每天早晚八点都会有特殊活动 剩下的全是非睡觉时间 小美一听神经病吧 她以为是某个人的恶作剧而已 并没有太在乎 可她不知道的是噩梦才刚刚开始 晚上八点很快就到了 广播里突然传出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声称自己是小美之前打掉的孩子 指责她是个杀人犯 甚至连垃圾都不如 这些话一下就说中了小美的痛处 击溃一个人的最佳方式 那就是猪心 小女孩接下来说的话 让小美虎去为之一阵 整个房间就这么点东西 一把凳子刺面墙 还有一个铁桶 最有可能藏东西的就是这个铁桶了 小美颤颤巍巍的打开盖子 整个人吓得站了起来 桶里面装满了一大堆碎肉 那是相当的恶心啊 但对于逃生的欲望 这算什么 小美一只胳膊捂住口臂 另一只手在里面搅来搅去 结果发现了一个玩具娃娃 任务算是完成了 但奖励并没有兑现 接下来进来一个蒙面大汉 她直接把小美强行绑在了凳子上 在她的头上带了一副虚拟现实头盔 里面传来刺耳的尖叫声 估计是强行打扑克牌的画面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了 你们觉得是什么呢 这种情况下 睡觉是不可能的了 此时的直播间一片欢腾 观众们纷纷表示够刺激够真实 很快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八点 特殊活动又开始了 广播里提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 如果回答错误 就会遭受高压水枪的冲击 直到回答满意为止 特殊活动的目的很明确 一个是为了增加直播间的可看性 一个是为了让小美 时刻保持精神的高度紧张 到了晚上 特殊活动的刺激性又提高了 只见蒙面大汉 绑来一个女子 让他们两人玩抢搭游戏 小美毕竟拥有主角光环 她获胜了 而奖励则是幸免一死 相反 另一个女子只能领盒饭了 蒙面大汉掏出小手枪 抠动扳机 小美痛苦的嚎叫着 现在的她有些精神崩溃的迹象了 直播间的观众们则是大呼过眼 人气也是节节攀升 就这样日复一日 转眼间到了第四天 当蒙面大汉把虚拟头盔取下来 松开绳索时 小美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长时间的精神紧绷 再加上几天的不睡觉 小美已经无法正常直立行走了 这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蒙面大汉的行为 更加令小美崩溃不已 给你30秒的时间 你能把饭吃完吗 这个女人可以 她叫小美 已经被困密室中五天了 广播里已经开始30秒的倒计时了 小美慌张的一把一把的试着钥匙 还好打开了 在30秒倒计时结束的时候 她把三个菜都吃完了 接下来广播里的声音再次让她崩溃 此时的小美已经一时模糊 整个人开始浑浑噩噩的 成天趴在地上自言自语 刚想合上眼睛瞇一会儿 刺耳的警报声立马响起 蒙面大汉拿来一个木箱 她把小美放在里面 盖上盖子 然后钉上钉子 紧接着从袋子里面 拿出几只老鼠放进木箱 广播里提醒到 再过几个小时老鼠就会饿 长时间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将会激发人类潜意识里的危险行为 很快几个小时过去了 蒙面大汉再次打开箱子的时候 老鼠已经变成了尸体 接着蒙面大汉又给小美 戴上了虚拟现实头盔 此时的小美显然已经接近了崩溃边缘 连最初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 到了第六天 精神萎靡的小美听到一阵滴滴声 她强打起精神顺着声音找去 结果在那个玩具娃娃里面 发现了一部手机 而且还是满个信号 太好了 小美赶紧拨打求救电话 电话是通了 对方也知道她被绑架了 但是小美根本不知道 自己被关在了什么地方 才说了几句话手机就没电了 这种得而复失的感觉 再一次给了她不小的打击 转眼间来到了第十天 小美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醒来 发现对面坐着一名男子 而在他们中间放着一把斧头 小美毫不犹豫的拿起斧头 将对面的男子活生生的锤死了 不眠实验已经到了第十天 小美不仅变得精神异常 而且变得狂躁异怒 甚至没有任何理由的开始杀人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答案远不止这么简单 小美杀完人之后 看见大门打开了 她跌跌撞撞的朝外面走去 因为体力不知晕倒在了公路上 幸好被两个大婶救下了 这画风看的实在有些诡异 小美最终还是逃回了家里 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报警 而是跳进浴缸准备洗漱一下 这时门铃声突然响起 小美瞬间精神紧绷 惊慌失色的拿起一把刀 埋伏在门后 等门外的人一进来 小美赫然发现 是一只无比恐怖的怪物 想都没想冲上去 将它砍翻在地 这时直播间的管理员发出消息 试验已成功 直播结束 画面一转失踪十天的小美 此时正身处警局 不过她是以杀人犯的身份 在接受审问 原来警方已调取了 她家里的监控 真切的记录了小美回到家的当天 将她自己的父亲 一刀刀砍死的全过程 不过审问的进展很不顺利 此时的小美明显精神有些不正常 最终警局在权威专家的协助下 发现了小美的异常 她大脑里的人脸识别区域 被人动过手脚 造成的结果就是 会将特定的面孔 当成别的形态 到这里 直播平台的非人手段 已经非常清晰了 先让小美连续多天不眠不休 以及各种活动的刺激 让小美精神崩溃 彻底激发人体内潜意识的危险行为 比如狂躁 易怒 施杀等等 接着再通过心理暗示 以及药物和手术的作用 让她产生精神缺陷 从而达到某些特定的面孔 发生可怕错觉 如果特定的面孔 是受害者亲近的人 那么毫无疑问 这将是一场完美的谋杀 而且成功率极高 小美最终没有定罪 而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然而她并不是最后一位试验者 平台的直播仍在继续 而这次的试验对象 正是一国某高官的妻子 原来他们试验的目的 便是谋杀这位高官 通过对小美的试验 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 不睡觉加上精神刺激 让人产生特定的杀人冲动 培养一个杀手 只需短短几天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可以坚持几天不睡觉呢 我是天天熬夜的北墨 喜欢的关个注 谢谢